五百個本港中學生一早就入到上海細博香港館賀回歸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和夫人也有現身一起合照 站在人海當中心情非常興奮 唐英年又提醒私表演順便參觀一下香港館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也來到細博 首先就進入香港館 他說香港館很令人驕傲 今天很高興在7月1日來到上海 來看我們自己的香港館 香港館很值得我們驕傲 展示了香港的面貌 最好的面貌給全世界看 給全國人民看 很驕傲很開心 剛剛好今天13週年回歸紀念 多謝各位 謝謝 細博園區氣溫高達最少35度 不過就無阻遊客趁著香港回歸13週年 這一個特別的日子專程來到排隊榜場 拍照留念當然不少 來自遼寧的李小姐就說 一定要在七一和麻麻一起入場 因為覺得非常有意義 因為香港好不容易再回歸 還回歸了這麼長時間發展得特別好 所以推移過來看一看 他又說遲些有興趣 會親身來香港旅遊走一趟 今年在香港回歸13週年 亦都是香港第一次在中國搞的細博園區 舉辦慶祝回歸活動 香港歡聞電視記者何榮生在上海報導 好